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结果 开明女子被警方搜查后证实 身上根本没有炸弹 警方随后也将她逮捕归案 给理清女子声称有炸弹的原因 菲律宾首都玛尼拉附近的塔阿尔火山 昨天喷发高达100米的火山灰 冲上高空的浓烟十分害人 由于担心火山可能会大规模的喷发 菲律宾当局已经疏散周边地区大约30万人 马尼拉国际机场也被迫关闭 我国外交部确认暂时没有大马公民受到影响 位于马尼拉以南65公里的塔阿尔火山 是菲律宾第二佛月的火山 喷发纪录多达34次 昨天中午 塔阿尔火山喷发高达100公尺的火山灰 事实上 自去年3月开始 塔阿尔火山已经开始出现异常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 如果火山活动持续 火山可能会在几个星期或几天内发生大规模爆发 因此 该研究所提升对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到第四级 意思为火山有迫在眉睫的爆发危机 此外 由于火山昨天喷发的火山灰 令到浓烟冲上高空 间接影响了飞行安全 所以马尼拉国际机场也宣布 机场已经临时停飞所有往来马尼拉的航班 塔阿尔火山是菲律宾的任门旅游景点之一 不少游客都会到这里徒步探索 这一个火山对上一次强烈喷发是在1977年 而在1911年的一次喷发 更是造成1335人死亡 我国外交部放告指出 至今没有大马人在昨天塔阿尔火山喷发事故中受影响 该部目前正在监督火山喷发后的事态发展 并呼吁身在火山地区附近的国人 时刻都要保持警惕 听从地方当局的指示 若有需要领事馆协助的大马人 可以透过拨电或电邮的方式 联络大马驻马尼拉大使馆 去年圣诞节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经威胁 如果美国不改变对朝鲜的敌对态度 朝鲜将会在圣诞节前夕给美国送上圣诞礼物 不过最终朝鲜并没有做出相关的举动 美国表示 特朗普已经和朝鲜接触 并对金正恩没有兑现 登圣诞礼物的承诺 保持谨慎乐观态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 特朗普政府已经和朝鲜接触 表示愿意继续去年10月初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谈判 以恢复过去几个月不复存在的外交 让谈判重新回到正轨 使得朝鲜重新履行半岛无核化的承诺 奥布莱恩表示 朝鲜曾经答应会在去年12月的圣诞前夕 给美国送上一个圣诞礼物 但最终 圣诞礼物却没有送来 他表示 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但也保留地说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在未来看到某种形式的测试 在目前朝美对话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朝鲜日前就接获得来自特朗普 给予金正恩的生日祝贺 不过朝鲜却对此回应 这尽管金正恩和特朗普的私交不错 但这只是个人感情 朝鲜绝对不会利用私交来处理国事 直言期待双方良好的私交 能够让朝鲜回归和美国的对话 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英国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日前突然宣布隐退的消息 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在今天召开家庭会议 希望可以化解两人出走的危机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会议将会在桑德林汉姆举行 哈里王子 他的父亲查尔斯王子和哥哥威廉王子 也会出席参与 祖孙四人将当面展开面谈 而人在加拿大的梅根则会以电话形式参与会议 报道还透露 这一次的会议将会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 其中包括 哈里王子夫妇未来在英国和海外 还将代表英国王室和政府做多少官方工作 两人的王室称号是否需要更改 他们将从女王和查尔斯王储那里获得多少金钱支持 以及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商业收入或是资助 哈里和梅根本月8号在没有咨询和通知任何家庭高级成员的情况下 对外发表了退影的消息 这样的举动让白金汉宫感到失望和伤心 威廉王子也曾经向有人表示 以往的他们亲密无见 如今却是像分开的个体 对此感到难过 但是也对弟弟做出的决定表示尊重 禁烟令落实后的十天内 执法人员已经对全国五万六千间餐馆和十四进行检查 开出超过四千令吉的罚单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看国内新闻 反大委会日前对外公布前首相达德德逊纳志和夫人的录音 有关做法引起各界褒贬不一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大德丢与弥强表示 执法机构执行电子侦查属于合法行为 不过执行之前必须先向检察官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刘伟强在一份声明中就电子侦查是否合法的问题做出回应 刘伟强表示国会已经通过一些立法规定 允许以刑事法典第116西条文来执行电子侦查 他补充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采取电子侦查作为预防措施 以确保人民的安全 因此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权利 而且符合国际标准和执法规定 禁烟令在1月1号落实后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指出 当局已经对全国5万6千间餐馆和14进行检查 截至目前开出超过4千令吉的罚单 执法行动在开始之后 卫生局已经对全国95%的餐馆和14进行检查 李文才在布城受访时向媒体这样指出 配合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会在2020大马旅游年 落实国家旅游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 推动旅游及文化领域的发展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旅游及文化部副部长 在吉隆坡国家剧院出席活动时向媒体这样表示 扫前旅游及文化部长达兜莫哈曼丁格达比曾经表示 当时即将推出两项新政策 促进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发展 以便提升我国旅游业的竞争力 今年1月12号是海地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 当局举行了多项纪念活动 缅怀地震的遇难者 新闻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忠宁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